哈囉大家好,我是雪雪 今天我要來抽崩壞心胸鐵道的羅叉啦 那因為我目前決戰感冒中 所以這支影片的鼻音可能會比較重一點點 還請大家多多包涵 但是換個角度想 或許這是上天在暗示我可以很順利的抽到羅叉也說不定喔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你們想嘛,病人需要的是什麼? 醫生 那醫生換個角度講是什麼呢? 奶吧 羅叉的職業是什麼呢? 欸沒錯,就是奶吧 所以搞不好是在暗示我說 羅叉會很有良心的來醫治我順利的來我們家這樣子 那我之所以會想要抽羅叉啊 主要原因有兩個啦 第一個原因是我目前E隊的主C是景緣 那搭配的是傑哥、戰長還有婷芸 那畢竟大家也知道 景緣是一個很怕被控的角色 所以如果可以抽到羅叉的話 我就可以把傑哥換下來 那把有解控能力的羅叉補到E隊上面去 感覺這樣子對於景緣的壓力來講 會再小一些些 那第二個原因呢 是因為我目前是有打算要抽下一個版本的刃 那刃的機制的話 他會一直自己砍血自己砍血 所以如果有羅叉這個適配機制的奶爸在的話 可以被動式補血 我覺得玩起來可能也會蠻舒服的 而且如果可以順利抽到羅叉的話 在我還沒有抽到刃之前呢 羅叉可以先在E隊就職 那等到我順利抽到刃之後呢 羅叉可以轉去2隊 那把傑哥再調回E隊來 這樣也是一個蠻不錯的組合 抽卡之前呢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目前應該算是20抽了 因為我在上一個卡池 銀狼的那個卡池啊 我有墊20抽上去 那第一個10抽是抽到了四星的戰場 那第二個10抽的話是抽到單橫 所以現在開始抽的話 嚴格來講是往小寶路上的第三10抽 實際上的話是這個卡池的第一個10抽這樣 但為了方便計算說 我到底距離小寶多遠的時候抽到 所以我等一下統一會用小寶的抽數來算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啦 第30抽 我每次跳出這個我都會超緊張的 啊買來買來哪次不買 來30抽抽 哎呦這個車票非常的清楚哦 那希望出來的四星至少來個育空如何 育空很不錯哦 很香哦 又好用哦 來呦來呦 育空來一下來一下 哦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歡迎育空 也是一個很棒的輔助腳啦 好用好用 哦哦 雙四星 還來了一張這個光追 挺好的挺好的 好耶 這個本卡池的第一個10抽 往小寶路上的第三10抽呢 是一個還不錯的結果 我個人還滿滿意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往第40抽出發囉 來 第40抽 GO 哦這個 哎這個這個這個車票 彩影 這是彩影對不對 這是彩影吧 我覺得這是彩影哦 好哦看一下那個光芒 讓我確認一下 OK沒錯 這個是我們高貴冷豔的金色光芒 好的好的 會不會預言成真呢 這個羅刹會不會真的非常有良心的來醫治我呢 好緊張哦 啊好緊張哦 拜託成就我這個史上最快速的抽卡影片吧 哦哦 又來了一隻日空 太優秀了嗎 哇哇一命一命 OKOK 來 哦哦哦 哈哈哈 這個該高興還是難過呢 這個 好的 先往後走啊 沒想到是陽書啊 該說他跟羅刹也是這個 緣分匪淺嗎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這個虛數豐饒奶有戴眼鏡 然後是一頭棕色的短髮 好像也是蠻合理的啦 但不管怎麼說我覺得Y2陽書是一個還不錯的結果 畢竟陽書也是一個很強很好用的角色 而且一想到他跟羅刹這個姻緣我就覺得 好 你終究是躲不掉的 好啦那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我的小寶40抽就出了 然後是歪了 所以接下來的考驗我的時候到了 就是我要不要頂到大寶再砸個90抽這樣 哇這題有點難 因為我本來的理想的狀態應該是要把大寶留給刃的 啊 這個 太糾結了吧 我 我想一下 我現在的石頭量你要直接衝到大寶也不是不行啦 而且羅刹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要抽專屬 光追 泛用性太低了 我的目標本來就是0加0而已 所以 也 不是 不行 難 就覺得 這樣下一期的任我 是不是要刻到死啊 等一下 而且不要說任了 任的下一個版本 我還要抽影樂軍 我還要把小卡的刺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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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出來還不行嗎 而且我要相信 羅刹是個有良心的醫生 他一定會看在我感冒的份上 在大寶抵達前就提早來好不好 我相信你喔 羅刹 你不要背叛我耶 你看他陽素都來了 你真的是 哎 好 那我們就往大寶路上的這個 嚴格來講 我想一下喔 我算第50抽好了 我用總抽數來算 好 那我們來喔 第50抽喔 我還是報紙的這個 鐵打的輔助流水的C啦 好不好 雖然說 目前硬要給羅刹說是最強奶的評價 也不太公平 畢竟現在奶就是只有三支 但有種名沒有好嘛 好 然後這個四星 我們就看來的是誰吧 希望是玉空 我喜歡玉空 哎 親去 好的 這是一場好賭啊 朋友 等一下我怎麼覺得有一種被臭的感覺 他在跟我說嗎 他是在暗示我 這是一場好賭 我不應該往大寶路上前進嗎 不要耶 朋友 拜託了羅刹 第60抽 我已經 哇 吸鼻子吸成這樣了 求求你就來吧 第60抽 GO 喔 好像 好像有那麼點意思 又好像沒什麼意思 好的 沒什麼意思 哎 這個四星啊 我們看看來幾張好不 嗚 喔 按個追蹤吧 是來了一張光追啊 喔 玉空 好耶 那這樣子就是二命了 二命 又是又是 我會不會在抽到羅刹之前就直接先把玉空滿命啊 也是不錯啦 那我們再來就第70抽囉 出發 啊 這個車票也太清楚了吧 沒有必要這麼清楚啊 我們人活著不需要這麼清楚吧 朋友 哎 哎 玉空 哇 玉空一直線耶 這一次 好來 三命哦 三命哦 好 那這樣好了 我先去把剛剛抽到的玉空的那個星魂都給他點起來 這個一命我覺得還是蠻棒的 全體提速 很讚 二命也不錯耶 我總覺得 玉空的命做都還不錯 啊 星魂啦 不小心就把原神習慣帶過來了 好的 玉空三命完成 我偷偷許願一下好了 100抽 總抽數100抽以內抽到都算勝利好不好 那現在要進第80抽了 啊 第80抽 來吧 GO 好的 謝謝你 是一張非常清楚的車票啊 哦哦 哦 好的 四星星的光追 哇 這一抽只有一個光追哦 也是蠻賽的哦 那再來就第90抽啦 第90抽 抽抽 這個 好 又是一張清楚的車票 不要這麼清楚 該來了吧 其實我本來還有在想說啊 萬一我抽卡的過程中 歪出了五星 然後是白鹿的話 那我到底要不要收手 所以該說歪出楊書 至少還好一點嗎 還是怎麼樣 我現在心情也非常的 哦 清雀 好的 非常的複雜哦 但楊書是強的角色這件事情是無庸置疑 哎呀 又來一次虎客 好味 雙四星 好的好的 不然第一百抽我取消十次好了 看會不會有好事發生 一 二 八 九 十 好來一百抽 哎這個車票好很清楚謝謝你 皆大歡喜 啊 啊 哦 育空 四命 我的育空真的要滿命了 再兩張就滿命了 那再來我們就進入第110抽 同時也是大寶石路的第70抽囉 GO 我現在你知道嗎 是右手跟左手各比一個一在記我的抽數 腦子就是如此而不清楚 然後又是一張清楚的車票 哦 不是啊 你要清楚的話要讓我的腦子清楚 不是讓車票清楚啊 朋友 哦 按個最終吧 剛剛也來過了 好 這只有一張光追 也是有點悲傷的一抽 再來進入第120抽 同時也是大寶石路的第80抽 所以這一次10抽如果沒出的話 下一次10抽就是必得落差了 來 第120抽 GO 好 這個哦殘影 總算沒有讓我等到90抽 啊 羅剎 我等你等的好苦啊 你最好是給我像老公一樣好的賣力工作啊 突然就有了冠老闆的發言 你要在我們家做牛做馬好嗎 來來來羅剎 來啦 高貴冷豔的豐饒虛素奶 還來一隻佩拉好耶 我之前沒有佩拉耶 讚的讚的 好 這樣就順利其案啦 基本上就是沒有特別亮眼啦 中規中矩 那值得誇獎的應該是歪出來的角色 掰掰 掰掰 等待下